中国石墨烯领域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对解决芯片卡伯斯问题有重大帮助 石墨烯是一种石墨材料 为何G20战斗机的衍生能力也得靠它 近日中国中科院发表论文显示 中国的研究团队通过实验 已经能够制成准一线的线性石墨烯 方便直接制备高质量大面积的石墨烯纳米带阵列 据了解中国中科院研究所 通过调控化学气象沉积过程中的生长参数 直接在液态金属表面原位生长出大面积 高质量的石墨烯纳米带阵列 这一石墨烯领域的重要突破 将为中国芯片制造带来新的转机 中国也望在未来实现不被技术限制卡脖子的高速发展 当然石墨液态金属和纳米带阵列都是专业材料 这些东西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能接触的不多 但对于石墨烯 近几年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经常能在国内外各种新闻上听过这种新型材料的应用 近年来石墨烯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新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第五代隐形制空战斗机歼20的隐形性能 就归功于石墨烯这一材料 我们常说隐形战斗机 但隐形战斗机到底是如何隐形的呢 首先我们就要先讲讲 飞机是如何在广阔的高空中被发现的 当我们在山脚下大喊一声 不久就可以听到从山谷传来的回声 或者在空旷的广场上大喊一声 不一会儿也能听到从远处的建筑物墙体传回来的回声 其原理就是声音靠空气波动传播出去 声波遇到山或者墙壁反射回来 就成为了我们所听到的回声了 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 从你大喊一声开始声波传播出去 再经过反弹传回到你的耳朵 正好是声波来回跑一趟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概的推算出 反弹声波的物体离我们的距离有多远 而在自然界中就存在着 靠声波来辨别方向和位置的生物 蝙蝠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现如今的雷达就是生物技术的产物 但与蝙蝠靠声波导航不同的是 雷达释放的是无线电波 雷达产生无线电波以后 其长长的电线就可以将无线电波聚集起来 然后向一个方向发射出去 如果无线电波触碰到天上的飞机 无线电波就会反弹回来 再经过计算机的精密计算 侦察到的飞机锁出位置就一目了然 并且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可以达到30万公里每秒 速度比声波要快很多 能够更加快速地侦察到空中飞机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雷达是如何侦察到飞机的 那飞机的隐形能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隐形对于一般人来说都不陌生 大量的影视作品中都有过隐形或隐身的场面 现实生活中当然也存在隐形的例子 例如变色龙 就是能够通过改变自身颜色 融入周围环境中来达到隐形的目的 而人类也通过研究仿生学 并且应用最新的技术和材料 让庞大的飞机也可以隐形来对雷达进行反制 从原理上来说 隐形飞机并不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存在 它的目的就是让雷达无法侦察到飞机 隐形飞机在现阶段能够尽量减少 或者消除雷达接收到的有用信号 虽然是作为重要的军事机密之一 但隐形技术已经受到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 简单的来说 隐形飞机就是使敌方的各种探测系统 发现不了几方飞机无法实施拦截和攻击 要完成这一目的 就得益于隐形飞机的表面涂层材料 一般隐形飞机采用的都是非金属材料 或者雷达吸波材料 注意主要是将雷达发射的无线电波吸收掉 这比反射雷达的无线电波要有效的多 并且雷达吸波材料也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斜阵型 一类是宽频带型 其中斜阵型雷达吸波材料 是为了某一频率而设计的 以磁性材料为基础 能将相消干涉和衰减结合起来的一种材料 宽频带型则是一个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有效性 现如今世界各国主要应用的还是宽频带型 这一类型能够吸引的无线电波频率更为广泛 石墨烯在雷达吸波材料上就派上了大用场 石墨烯是一种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 碳原子排列组合形成六角形 呈蜂巢金格的平面薄膜 这个薄膜有多薄呢 其厚度是头发丝直径的二十万分之一 四十欧五入以下厚度基本为零 虽然非常的薄 但其是已知强度最高的材料之一 同时还具有很好的韧性 且可以弯曲 有利于工业制造 但并不是其本身的强度就如此之高 像日常生活中用到的铅笔 其中的笔芯就是石墨材料 石墨材料非常脆 很容易折断 但是经过氧化得到的功能化石墨锡 再由功能化石墨锡做成可用于生产加工的标准石墨锡 就可以在歼20的表面涂层上进行涂装 其质量小 重量轻 异于加工 并且强度极高 可以说是非常适用于战斗机上了 而石墨锡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可以大大提升战斗机的引擎能力 石墨锡的导电性能很好 可以将飞机外部的电磁吸收和散射 飞机内部的电磁波也不会散播出去 并且可以有效的吸收雷达发射出来的无线电波 这就不仅仅打破了雷达勘探的模式 再加上自身对于电磁有效控制 使得G20的引擎能力更上一层楼 既然石墨锡有如此好的性能 能不能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很遗憾 世界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 还达不到可以广泛使用石墨锡材料的水平 因为其在生产制造上的价格非常昂贵 应用在一些常规化的产品上 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收益 反而加大了生产的难度 并且根据相关科研人员研究发现 石墨锡因为其独特的物质结构 及其微小的组成单元 导致了其会渗透进入人体皮肤 科研人员就曾做过相关实验 将石墨锡稀释滴在小白鼠的皮肤表面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小白鼠的内脏就出现了明显的感染 这是石墨锡导致的 所以目前石墨锡对人体还是有害的 虽然无法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随着石墨锡的批量生产 以及大尺寸等难题的逐步突破 石墨锡的产业化应用步伐正在加快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科研人员们预测 最先实现商业化应用的领域 很可能会是航天航空和新能源领域 因为石墨锡除了具有前面所说的 轻薄吸收信号强度大的特性以外 在电子效应 热能性 光学特性 生活相容性和稳定性等一系列物理化学性质上 都有着良好的表现 在航天航空领域的航天电量材料 和航天气体传感器等元件 都会有广泛的应用 并且美国 俄罗斯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很早就展开了此领域的研究 并且考虑到石墨锡在材料学 微纳加工 能源 生物医学和药物传递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世界各国都纷纷开始视石墨锡为国家必备材料 但地球石墨锡总量并不多 并且产量还低 导致石墨锡成为了稀缺资源 而中国因为地质原因 一直是世界石墨锡储量第一 所以在未来的诸多领域发展都存在优势 这一点可让美国眼红不已 美国人想要依靠技术封锁 来限制中国技术发展 以维持美国的技术优势 不料却被中国人上了一课